被点入卷入绯闻风波 还被暗指是女主角 前中华民国小姐冠军张淑娟 不再隐忍 今天在律师陪同下 到台北地检署提告名嘴周玉寇 指控她没求证 就指名道姓公开抹黑 她再三强调 从来没跟蒋校园滚床 穿白色上衣绑着马尾 手一路捂着脸 眉头伸索不停啥气 还没开口先鞠躬 她是前中华民国小姐冠军张淑娟 被资深媒体人周玉寇点名 卷入蒋校园精华绯闻案 还被暗指是女主角 我没有对不起中华民国任何一件事情 在今天我要说 我没有跟张校园滚床 我从当选到今天 我一天都没有跟她滚床 从头到尾 闭紧双眼 连日在网路承受委屈的她 这一刻情绪溃提 没有经过当事人 把人家照片这样一直消费 一直消费一直消费 对不对 寒沙摄影 你寒沙摄影 你还指名道姓 谁记得1999年谁在哪里 我只能说从1988年 当选到今天为止 我跟您讲的什么张校园先生 什么李校园先生 我没有跟她滚过床 一再强调 没有滚床 这30年来努力工作 却被如此公开抹黑 我今天按您控告 我不是绯闻的女主角 我不是 我也没滚床 这是天虫掉下来一个大石头 把人家整个砸毁 一个女生的清白 原本预计10点半抵达北减 没想到周玉寇提早一步先到 为了捍卫清白 不管家人如何劝阻 她坚持告到底 在律师陪同之下 完成提告 没想到走出法院 被周玉寇堵上来 追着跑 花了五分钟 终于上车 这回勇敢出面 走司法程序 张淑娟决定不再隐忍 要捍卫清白 提问王金国立杰 台北上不得 主要就是周玉寇 今日不断在自己的节目上 惊咬国民党 台北市场参选人 蒋万安的父亲 蒋孝妍 早年精华非文案 还爆料说 女主角就是张淑娟 不过就在张淑娟决 决定出面提告之后 周玉寇也现身 法院门口鞠躬致歉 甚至还一度追着张淑娟跑 张淑娟现身 周玉寇紧追道歉 但陪同在旁的王宏威 一个手势把周玉寇挡下来 现场还不时传来 张淑娟哭声 换个角度 努力往前挤 但周玉寇最后被挡在 警察拉起的人墙外 不过他人一路紧跟到张淑娟上车 速度隔空致歉 而在张淑娟现身前 还有这一幕 我在这里 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 深深一鞠躬 自由时度鞠躬 还有媒体人蔡玉珍前一晚 也在脸书表达歉意 腔调自始至终 无意说出真正的女主角姓名 只是两人随道歉了 周玉寇人体自己辩驳 毕竟周玉寇为揭发蒋绍炎绯闻 21号起一连多日 都在脸书预告节目内容 三观贴文约有4000到7000的赞数 如今乌龙爆料 学者也忧心有不良影响 至于NCC则透露 针对周玉寇主持的节目 已揭获一件检举 也提醒相关业者要遵守法令规范 周玉寇这回似乎提到铁板 TVB的新闻 李国正气宽柔 台报道 周玉寇重提23年前 蒋万安父亲蒋孝颜的非文案 指控女主角是张淑娟后 又当面道歉想收回 这真相到底如何 我们采访当年直笔的资深媒体人 一口同声指出 当年男主角亲口承认过 女主角是王小禅 而张淑娟这个名字从来不再揣测名单 11事件是本人一生当中最大 也是最无法弥补的遗憾 妻子黄美伦陪伴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张孝岩下台一举功 短短35天任期仍然是目前的历史记录 原来是轰动全台的八卦绯闻 目前已经停刊的劲爆率先披露 张孝岩手写允诺离婚纸条 月上报纸头版的女主角却在事故事故否认 王小禅呢 在签过那个姓签之后 他就到处传 而且用匿名检举张孝岩嘛 张孝岩请辞各家媒体纷纷跟进 回顾当年报导 黄光琴当面询问张孝岩 女主角到底是谁 得到的答案从来没变过 就是第一时间曝光的同一人 这个打电话的人呢 可能这个女主角本人 而且他打了很多的电话 他说从头到尾就是王小禅嘛 那是你们媒体被他耍了团团转嘛 他觉得我们媒体怎么会这样呢 很多人都有接到电话 打电话的人 那么他们其实都记得那一个声音 所以呢 我非常的肯定的知道说 那个人不是张孝娟 我是有所本的 这起成年绯闻 并非找不到女主角 而是女主角从来不承认 而当年主跑政治线的记者 不止没听过张淑娟 更透露如今当面为无人爆料 向张淑娟致歉的周玉寇 早已不在线上 更非采访主任 他在民国82年 就已经不是联合报采访中心主任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离开 当年非文案就传出阴谋论 但是为了大选攻防时隔23年逃色事件 冷犯热炒 仍然埋藏 政治伏逼 台北新闻 张家宝 李嘉惠 台北 超方报道 周玉寇还自曝台北市长 柯文哲曾经对他调情 让柯文哲大酸吓死了 不过周玉寇近期 狂开地图炮 引起争议 他还隔空示爱 陈时中 这似乎也让陈时中很尴尬 话都还没说完 一旁的媒体人周玉寇大爆气 只见社会红干站在一旁 不断左顾右盼 手上的笔按了又按 按了又按 这句话一听 省慧红不知是不是有点紧张 还看了一旁媒体一向 这一站就是20分钟 听着周玉寇连环骂 只能陪笑 但说到觉得尴尬 恐怕没人能比过他 和总统蔡英文到万华广照宫参拜 宣具行程跑得琴 却似乎没呈现数字上 一份盖洛普最新民调 说讲万安27.6%位居第一 但陈时中却只有19.72% 变老三 难不成也是因为周玉寇事件一向 周玉寇小姐有出来道歉 跟张淑坚小姐 我想大概就是事情 已经很清楚了 那我们对张淑坚小姐受到伤害 也感到很遗憾 只是周玉寇真的情意真切 隔空是爱说他就是爱阿中 甚至不惜杠上柯文哲 柯文哲回应祝福脸书 直接被封锁 周玉寇更指控 2014年柯文哲曾拜访他 还对他调情 调情 对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你对他调情 他用这个字眼 不是他郑重声明 那个调情这个用字太奇怪了 不能接受这个调情的说法 我吓死了 你们用那个用这种名嘴 打人家的时候很爽 人家这名嘴发疯 转过来开始打你的时候 看你怎么办 当然他也不用过度 那个爱是广泛的爱 不是那种男女情愫之间的爱 现在被周玉寇说爱上的复杂新奇 不好说 不好说 TVVision苏凯成 陈胜文 吴可言 你作为SN小组台北报道 接着来看在新北市长的选战部分 有最新民调 而在各个年龄层上 侯友宜似乎都是大幅领先林家龙的 详细内容在里面 记者邱婉柔 今天是9月26号 再过两个月 就是选举投票日 那我们来看一看 新北市长选情方面 民进党的市长参选人林家龙 可以说是屡屡对现任市长 侯友宜发动公寿 不过现在看起来 他的民调效果不如预期 根据自由时报的最新民调 侯友宜的支持度是破五成 来到了51.96% 但是林家龙看起来是非常的惨 他只有21.74% 再来胜选度 胜选度侯友宜是高达六成的 有59.79% 而林家龙的胜选度 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那么其他民调细部细项 大家来观察一下 其实他们就发现说 侯友宜在各个年龄层 其实都是领先的 而且他是最受青壮年族群的青烂 尤其在20到59岁 他的平均支持度都是超过五成的 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但是反观林家龙 他的平均只有1成5到2成5 顶多只有侯友宜的一半 那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前 曾经喊出八年内要盖五万户的设宅 结果因为土地取得不易 种种原因跳票 而想要接棒的黄珊珊 现在也提出设宅政策 希望透过老旧校舍改建 取得供地利拼八年内盖完五万户 端出社宅牛肉积极争抢年轻票员 八年内要盖完五万户 含得有魄力 但怎么做更要看能力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多的土地盖的时候 其实要从其他的公司协力的方式来处理 也就是优低然后开发力的回馈 台北市建地寸土寸金 黄珊珊沿用柯文哲大力推动的EOD计划 不用校舍改建 部分校地就能拿来盖社宅 两年前刚新建好了大同区明伦社宅 以前其实是校室有50多年的明伦国小 但因为少死化冲击遭到病校拆除 所以留下了空地 因此就被拿来盖为社会住宅 而类似概念的EOD计划 就成为黄珊珊的社宅政策主轴 另外黄珊珊提到未来宅概念 并且希望以收入作为租金基准 至于陈时中则是喊出 四年5.7万户目标 租金将一城补贴增加1500元 而讲完目前仅提出 轻盈换局政策 回过头来盘点北市社宅现况 地方中央新建 加上规划中的大约有3.6万户 距离柯文哲当时发豪雨 8年5万户还差了1.4万户 黄珊珊立拼再花8年补齐 但专家认为难度不小 这条路不好走 因为光是家长会的沟通 可能就要花 跟学校的沟通 要花掉很多的时间 台湾过去没有太多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等于大家摸着石头过河 雨带保留 但无论是EOD改建 还是开发力的回馈 增加多更容积奖励 黄珊珊所提政策 似乎都有柯文哲影子 同套方法能做出什么差异 让外界打上一个问号 TVB的新闻 华少平张科台北报道 农委会主委陈其仲被指说 是不是主长大内宣负责建制网军呢 因为最近公开的农委会预算书 这里头似乎有猫腻 再请婉柔大门了解 立法院已经在这个月开议了 那么这个会期也相对重要 因为它就是预算会期 等于明年政府的预算 都必须在这个会期通过 不过就有立委调阅了预算书 却发现说其中农委会的 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 可以说是暴增的 在关于这个预算编列 是编了1.7亿元 这么多的 这增加幅度跟去年比起来 是增加两成的左右 其中在农委会本部 它的增幅是最多的 年增率是高达了31.8% 增加了800多万元 所以这也让国民党立委 林毅华觉得说 这根本就是有鬼的预算 农委会编列近1.7亿元 根本是名识不符的 他就认为说 会不会是因为明年 有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 所以特别建制网军的预算 另外还有中华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副秘书长曾志超 他也说农委会的预算书 他也发现说 首季的政经宣导费用 有261万是交由华市来办理的 他就说华市可以说是常常出包 再加上他的媒体色彩 他是被人家说是绿油有媒体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华市才可以承接相关标案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